给大家猜一猜我手上拿着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是一个厨房里面拿来清洁用的东西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罗西西博士的频道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医学博士 研究的主要方向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现在呢 临床上没有有效的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那现在的药物呢 更多都是使得大脑强制的保持一个兴奋 并不是用于逆转记忆力的 现在呢 大多数的建议呢 都是推荐人们呢 使用一些非药物的方式来延缓痴呆的发生 所以呢 65岁发生痴呆 还是70岁发生痴呆 还是75岁发生痴呆 对一个家庭造成的负担是完全不同的 而个人的生活质量呢 也是差异很大的 那这些非药物的方式中 包括很多种啊 比较推荐的 比如说像改进饮食啊 去坚持锻炼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很多都难以坚持 今天呢 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好坚持的 那就是去多做一点家务就可以了 尤其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在家里无所事事 性格呢 又比较内向的 不愿意出门的 喜欢天天就坐在沙发那里看电视 既不去跟人交流 也不去做运动 每天就是吃了睡 吃了睡 那这样子呢 对大脑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如果呢 不喜欢做运动 去做一些家务 去洗洗碗 去烧烧饭 这样子呢 也会至少保持与人的一个基本的沟通与交流 而且呢 像买菜啊 做饭啊 还有像洗碗啊 这些基本的工作呢 也能保持个体的一个基本的运动量 对身体的多多走动呢 能够延缓认知下降 最后呢 回到视频一开始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呢 是我今天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小玩意儿啊 它呢 摸起来是这种好像硅胶一样的东西 我们呢 拆了很多遍 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用的 直到看到它的用途 才大惊思涩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呢 是软的 可以折叠的 好 大家可以先把拆到的东西打在弹幕中 或者打在评论区中 然后这一个东西啊 花了38块钱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拆到了没有 好了 那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我去揭开它的谜团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叫除垢器 比如说呢 洗碗的时候 碗里有一些东西 它可以用这个 先把碗的边缘给稍微的刮一刮 就把边缘 把一些粘的东西都给刮下来 刮完了之后 然后再用 水灶泡沫 站着去洗 那洗的呢会更干净一些 那用完了之后呢 瓶子就放在这个地方 那洗碗的时候 拿出来用一下 洗碗的效率会更高 大家感觉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此外 为什么要做今天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最近有人发了一篇文章给罗西西 说做家务会使男人得痴呆 纯属无稽之谈 因为我看了一下那篇文章 但前面呢就说了 科学家说做家务的会使男人抑郁 可能会诱发晚年的痴呆 甚至中分 这完全都是没有道理的 我所看过来的所有的论文都是表示 就是这种日常的家务劳动都是能够延缓痴呆的 难道女人做家务 她就不会抑郁得老年痴呆吗 这个完全是没有道理 完全是男人懒给自己开脱的一个理由 好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啊 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无聊的小产品 此外呢告诉大家 就是平时多做家务呢 可以延缓老年痴呆 而且呢可以增加一些运动量 同时也帮助家庭和谐 好的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见